武士的道 这是日本应该说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咱们待会可以简单提一提 日本武士也不仅仅是打仗 他们以打仗为职业 打赢了当然要得到奖励 打输了呢 日本人的习惯 打输了以后 你就要交出武士刀 切死自杀 你要以死来向你的大名或将军谢罪 打输了你是没脸活着的 日本人不承认自己失败 输了就死 什么你看 日本自杀率相当之高 但是如果你舍不得死怎么办 那么你就被剥夺配刀权以后 你就实际上变成平民了吧 你就不再实施了 成为能工商里边的人了 可是一般来讲武士只会打仗 能工商这活都不会干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 临窜到别处去作恶 当个海盗啥的 那种落魄的武士 该切斧而不切斧的 臭不了脸的玩意儿 有一名字叫浪人 日本浪人 就是就这个 明白吗 所以见着日本浪人 先骂臭不了脸 还不服啊 这个大家知道这节奏就行了 那么武士这群人的地位 他们的生活状况将使 日本的这种革命或改革 受到他们的影响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构讲清楚以后 我们来看看他的经济状况 将军是大地主 大明是中小地主 武士呢 虽然不是地主 但是他也可以有 通过封建的义务 来获得他的相应的路米 这个国家基本上是 典型的封建社会 但是在世界走向近代的时候 在全球 对世界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 日本要想自外于这个进程 那是不可能的 咱们知道中国闭关锁国 中国不想掺和世界市场的事 但是冲你 冲你也得让你进来 对吧 日本也一样 所以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 但是整体水平很差 整体水平很差 只有一部分人发展的比较好 就是在这个商人当中 商人当中出现了一批高利贷商人 这批人比较有钱 他们有的时候会把钱借给将军 会把钱借给大明或者借给武士 你需要知道在市农工商里 商人地位是最低的吧 市地位是最高的 对不对 但是市没有钱 而商人可能有钱 这是一种经济权利跟政治权利不对等的感觉 这个不对等就导致这样一种状况 商人是希望借助经济实力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的 对吧 而市按照传统的这种严格的出身限制 它永远没有机会改变这个状况 这是一个将死的制度 就这种等级制是将死的 中国为什么就很难发生这种底层的 就是先进一议的革命 中国有一个什么制度 科举 中国有一个科举制 科举制是市农工商 除了有些时候易商不让商人的子女参加考试之外 农业和手工业出身的这些人 他们是可以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市的吧 对不对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中国他有别的方法 他就很少走革命的道路 而日本这不行 他非得想这不可 在将军和大明当中 将军当然地位很高 大明有的时候借钱借的多了 就有点怕这帮商人 据说在当时有一句话叫 大阪富豪一路 天下诸侯京剧 那哆嗦 是不是要钱的又来了 这年不好过了 武士就更惨了 当没有什么战争的时候 或者战争打得不太顺利的时候 当将军和大明的生活 已经相对比较窘迫的时候 给他们的路密就会减少 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 有的时候就当卖一空 家里那好玩意就去卖去 卖着卖着就剩自己了 生日还有两把刀 一长一短 这两把刀是武士身份的象征 对吧 有的把刀卖 把刀一卖 他就自甘堕落成为 不是市的一个阶层了吧 舍不得卖刀的 怎么办 只好卖身了 不要我歪了想 卖身的主要方式 是这样操作的 从这里来 到商人这儿敲门 商人一开门 人一开门 不管穿门破不破 两把刀插在这儿 这说明我们身份高 是吧 你有闺女吗 嫁了吗 哎 你要没闺女 你要有闺女 还没嫁 我也没娶呢 你看我行不行 你看我这两把刀 咱们搭板凑凑凑 商人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他是会投机 对不对 他把这一份 可以当同事来看待的 闺女也是一个资本 你想 我如果是有钱人 我把我这女儿 嫁给商人的孩子了 那么我们两边 家在一块还是有钱吧 但是还是没什么 没地位 他们生的孩子还是商人 还是贱民 还是最底层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女儿 嫁给一个没落的武士了 可能他们的钱少一点 但是也不会太惨是吧 生给他的孩子是什么人 是士啊 这是一个花钱买出身 买门地 买血统的好时机 那一般商人会很高兴地说 那那当然有 闺女有的是 说个日子 咱们下车聘礼吧 我给你送过去 你住哪 我给你把闺女去送过去 武士一般很腼腆的 不用送了 房都卖了 我上你们家住了 兄弟 老丈人 你有房没有 老丈人也不缺这一两间房 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吧 你知道东方啊 亚洲东亚地区的这男性 倒插门是一种奇耻大物 那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力 自己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 倒插门叫吃软饭的 是吧 叫吃软饭的 这就是最要命 中国自古以来就瞧不起这倒插门的 这贵婿嘛 入贵的女婿是吧 秦朝有个规定 凡人在打仗的 找不着人的 修黎山林路那个 行徒 第一种必须去修的 做苦工的 行徒 就是行事犯 有其中行那个 第二种 正序 说到你都倒插门了 还活那么近 就当能了 在中国日以来 这玩意瞧不起 现在一风一俗了 谁上谁家插门这都行 通常情况 你们现在这年龄 直接把门插上 把你爹你妈 他爹他妈全踹外边去了 你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这种 这种生活 这是现代社会 但当年武士要到插门了 这个出一个问题 武士跟商人形成了某种特殊的结盟关系吧 而这种结盟的关系将来要发挥重大作用 在发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时候 原来封建统治者当中的核心力量将站在谁的一边 按道义来说 他将站在将军和大明这些人的一边 对吧 但是按照经济利益来说 他将站在商人的一边 是面子更重要 还是肚子更重要 这个事情正常人都是想清楚的 对不对 好 明白这个就行了 我们知道武士发生了 这个变化就可以了 西方国家的这个入侵 这也是让中国人好看不懂的一件事 这日本人特别高兴有人侵略他们 1853年 美国海军的一支小分队 这个舰队的这个司令叫佩里 跑到日本的港口这 下了船 绷上了日本的土地 按照洋府的这种规定啊 任何外国人 除了中国朝鲜和荷兰人之外 任何外国人只要踏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领土 日本军民一体持刀通杀 长成纳摩洱的人 赶到我们日本踏下他的足印就该杀 那一帮日本人第一刀就过来了 好来发现 没敢动 佩里身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四艘军舰 纳唠出了大炮 指的按照 日本人是最实际的一个民族 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有什么用力 佩里实际上说 我要建天皇 我要有一封信交给天皇 这信里的要求 明年今天我来取 如果你们不答应 撑你 你从这个动画你就发现 佩里懂不懂日本的真正的政治结构 他要建天皇 天皇是没用的 对不对 实际他应该建的是将军 这封信果然被传到将军那儿去了 将军一看 什么开放中山口岸 就这种 就咱们中国人看惯了那些条款 神性之大日本哪 岂有此理 是可人也 是不可人也 一路之下 全答应了 日本特别有觉悟 全答应了 还不如中国的是吧 咱好歹还敢跟人横 还打了一仗 让人打一半残 然后咱再答应了 日本合着 连屁都没敢放 一个都答应了 这将军在日本人面前丢了大量 刚才我提了 一切专制者 最怕的是丢脸 最怕的是让人民看到他 色力而内人 对吧 而这一下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反对将军的浪场 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叫吉田松英 吉田松英就是在1853年佩里来华的时候 不是什么来华 佩里到达日本的时候 知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 叫黑船来临事件 而后来他想了个哲 他悄悄窜上了美国军舰 他想让美国军拉他去美国 他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有多么强大 当然让美国海军楼的那个给逮住了 对的给遣送下来了 这当然就犯了罪了 你想日本国民跑的美国军你要干什么 跟这将军打美国人不灵 打洋人不行 打你还错 所以把这吉田松英给关进了监狱 但是关了几年给他放出来了 这位实际上吉田松英号称叫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大师 他后来开了一学校 开了一私俗 一学校 这学校里面交出了一批明智维新的名臣 那名字我都不用意义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个叫伊藤博文的 大家听说过伊藤博文 知道吗 那是他那学校里最小的小徒弟 是吉田松英的小徒弟 伊藤博文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同学们应该从甲骨战争 马关条约当中有所感受吧 基本全让他交出来了 但是因为他的言论 严重伤害了和谐社会 最后被幕府处死 他这个被处死 也直接导致人民与幕府之间的矛盾 全面计划 那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能够发现 日本将军的统治 要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 早些也有想推翻将军的这种努力 一部分大名提出来 然后叫尊王攘仪的运动 尊王攘仪 大家应该知道这词来自于中国是吧 齐桓顾 尊攘是吧 日本这尊攘跟咱这不对 都不是一样的 日本的尊王就是尊天皇 朗仪是抵御外国侵略 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殖民侵略 跟咱们那个不太一样 但是很明确的提出来 他要推翻将军 要还政于天皇 对吧 这个口号一出来 连将军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你别看他是实际的权力的掌权者 但是他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天皇的臣子 而天皇不仅是皇帝 他还是大神 在日本没有人敢不辞从皇帝 不辞从天皇 把这个弄清楚以后 我们就知道 尊攘虽然在后来并没有真正结出这个硕果来 但是对于将军的不满 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 再往下就是导墓了 我们看到天皇就撒成了一个小变化 1866年 一个初二学生当上天皇了 14岁一个小孩 不到15 他叫奥仁 奥仁继位以后 改元叫明治 这就是著名的明治天皇 1867年就从朝廷里面传出了一道明治的密诏 这个密诏号召西南诸三起兵秦王 推翻幕府将军的统治 实现天皇的直接掌权 这种密诏传出来 对于将军来讲 应该是有莫顶之灾的 将军除非公然叛乱 把天皇杀掉或者罢黜 否则的话 在这种思想体系当中 全日本人实际上都听天皇的 对吧 将军只是替天皇来执政而已 当时的将军是谁呢 这位很有名叫德川庆喜 德川家康的后人 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庆喜 想了一想 他采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宣布大政奉还 你不要我 孙王长 你要我把这个王爷尊重吗 好 我把政权交还给天皇 他心里想的明白 这个国家已经在我们这个家族手里 就控制了几百年了 天皇近千年来没有过执政经验吧 你现在又是一个十五岁的屁孩 我就算把大政还给你 你敢要吗 你要完了你还得指着我 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统治 他没想到的是 天皇不但把这个政权收回了 还采纳这些保护派领袖的意见 要求将军辞官纳帝 你看这四个字 辞官就意味着要剥夺他的什么 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吧 他是将军的 对吧 政治经济权利 纳帝要剥夺他的什么 经济权利吧 哎 宋太祖又来了 是不是 收夺其权 治其检谷 收其精兵 这些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 当辞官纳帝的要求提出来 德川庆喜最终觉得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他宁可叛乱 他也绝不能心甘情愿的 就把德川家族几百年的基业 就这么交出去 最终他跟西南强帆 打了这么一场 沐沉战争 在1868年的1月 福建鸟语战役当中 将军的英士兵 英丽惨败 将军这仗打的不怎么样 当时西南珠强湾里边 实际有一位军事奇才 叫西乡龙胜 这也是明治三劫之一 西乡龙胜最终是 打败了将军 将军宣布 辞官纳地退隐了 德川庆喜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初 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初 他活得可能 活得数量挺大的 但是后边的大半辈子 没有进宫 没有见过天皇 他自己一直在悔罪 他说我 发动过叛乱 我是叛臣 所以我无言见天皇 有了这么一个 那人其实长得挺清秀的 战争使得天皇真正掌握了大权 战争为明治维新 扫清了路上的这个障碍 那我现在问你 明治维新到底是革命 还是改革 咱们倾向于它是一改革 是吧 它也在选修一里边 在改革那本书里头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前面是不是有 自下而上的导墓 对吧 如果没有导墓的成功 明治维新是不可能发生的 至少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吧 好 我现在给你总结一下 一切的改革前提必要条件是什么 一切的改革前提必要条件 要想成功的前提必要条件 四个字 掌握政权 掌握政权 也就是说 改革家必须获得最高执政者的支持 以政权相结合 他才能改革成功 商鞅 有谁支持 秦孝公 王二十 宋神宗 对吧 好 邓小平 这比较敏 这比较敏感 邓小平自己就行 他就是最高统治者 对不对 你把这些改革 你想清了 你就会发现 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这个改革是很难成功的 商鞅最后 因为秦孝公死了 新军就把商鞅给杀死了吧 虽然商君死而秦法不灭 但毕竟商君是死了 王二十呢 在宋神宗任内 当皇帝的在位期间 他就曾经被罢黜过 后来 宋神宗一死 他实际上也是被保守派司马光取代相位 然后禁费新法 他本人抑郁而死 对吧 这些都说明 如果你要想进行一个成功的改革 掌握政权是必须的 当然你要进行一个革命的话 你推翻那个政权就完了 对吧 你要是想进行改革 必须依托于宪政权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改革 改革有几件事啊 第一件事 所以说他叫 世俗旧体制 对吧 这个世俗旧体制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总结为以下这么几个字 第一件事 叫断发脱刀 叫断发脱刀 天皇把自个儿头子给剃了 天皇 小天皇自个儿 卡托卡托把头子给剃了 这在日本国内无利于一次核爆炸 后来广岛长青那是比较靠后的 这是比较早的 精神原子弹 早上前天皇那些市里伺候的书头一发 哇 突啊 这就立刻就晕了 天皇在干什么 他把头子给剃成了西式的 这一段发 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在生活习俗上全面习化 全面的习化 从天皇以身作则开始 脱刀是下令武士脱刀 武士不再配那一长一短两把刀了 那两把刀也没用了 在近代战争面前 在火气面前 你老顿着个刀往前跑 这西游卫门上管什么用啊 说作死的吧 所以也不再拥有武士的身份 那你会发现 当大明 一部分大明和大量的武士 保着天皇做掉将军以后 将军已经被做掉了 是吧 天皇的第一 下一个目标是谁 是武士 武士虽然还是他要医众的这个对象 但是废除了武士的特殊身份 下边 废帆至线 我都不在这写了 断发脱刀下边 废帆至线 在废帆至线之前 天皇下令叫板吉送还 天皇问这些诸侯啊 问这些大名啊 你们的那个板 就是你那个江域的那个图板 和你的江域里的户口数 也就是你那个帆里边的一些信息 被谁封你的 咱们废帆至线都是将军封的吧 将军封的 这国家是天皇的 将军凭什么把天皇的东西分给你 这是非法的 大名也承认 对这是非法的 所以板吉奉还 大名你想板吉奉还就奉还吧 那我把这板吉交回去 天皇应该奖励我新的板吉 他的思路还在这翻的体制上 结果天皇收回去以后就没事了 宣布废帆至线 把三给废了 二百多个帆全部取消 变成了三辅七十二线 日本的这个线 就相当于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 是中央下属的一级 而日本那么破地方 要七十二线 所以那线就没得打 但是呢 由中央直辖 你看这是加强中央集权吧 这件事情是对谁动手 对大名 把大名的特权给塞掉了吧 那么大名当中当然有人不满 有人发动了一个反对天皇的一个叛乱 在这个叛乱被镇压以后 一位著名的大名 就西乡龙胜 自杀了 西乡龙胜 并没有参加这次叛乱 但是那些反抗天皇的人 是打着他的旗号来着 他本人对天皇废凡之线也非常不满 但是出于对天皇的尊重 他没有说话 也没有反对 可是底下的人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最后被镇压 西乡龙胜觉得我难辞其咎 所以自杀了 日本人自杀就是这么很利落的 西乡龙胜的死 对于整个明治文心的最初阶段来讲 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个人实际上是 说算是日本武将当中的一个名臣 一个著名的人物 好 那再往下 这个废凡之线 加强了中央集权是吧 宣布四民平等 你看这些 废凡之线 四民平等 四民是哪 四民 四民可不是天皇将军大明武士 四民是 世农奉商 四民平等的结果就是 取消了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吧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 至少他比过去的森严的等级制度 是要有好处的 你再把前面来想一想 当废除了武士的配刀权 剃了武士的头以后 又取消了四民的这个分界 那么武士跟普通的农工商就没有区别了 对吗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提高了农工商的地位 对不对 实现了四民平等 我举个小例子 原来的武士 你甭管他多么落魄 只要他配着那两口刀 这就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走在马路的中间的时候 商人农民手工业者 必须鞠躬看地倒退 躲在路边让他闲过 只要有人敢跟他对撞上 武士可以拔刀杀之 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那你说你跟这国家 你敢发财吗 那天赚钱赚多了点 跟那点 点的手手筋 点的很高兴 一边点一边高兴 我发财发财发财 然后就左手一把 右手一把 还跟那点的 那哪行 这一下对于振歌这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趋向平等的这么一个标志 咱们前面讲了很多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文明的这种 最根本的基础 就是平等这两个字 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 很难建立民主制度 日本名义上四民平等了 实际平等不平等 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天皇他就不平等 天皇还保持神人二元性 是吧 将军是没有了 大明 我把三都给取消了吗 把他们聚集在一块 留在首都 管他们叫华族 这华族还是贵族的意思 但他们没有特殊的政治权利 只是在地位上相对比较高而已 日本的这个等级制 并不是简单的凭一个法令就可以废除掉 因为这东西也是几千年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东西 日本的等级制比中国的等级制由甚 就直到今天你可以发现 日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等级制度的 这个东西 短期内是没戏的 好 土地私有了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都写在这的话 废三至谢 四民平等 土地私有是吧 那你会发现 这个改的是习俗 这个是把地方的这种分裂状态 变成中央集权了吧 四民平等 废除的是等级制度 土地私有 变成什么了 经济上怎么样了 经济上将建立什么 土地的私有制度 土地一私有肯定会出现什么问题 土地兼并 土地的转移和买卖 对吧 你把这个想听 这有中央集权 这有土地私有是吧 这俩像中国的哪个改革 有哪一次中国国内的改革 是以沸丰丰行限制 沸井田 承认土地私有为 商业念法吧 商业念法一共七条 是不是这两条是最核心的 凭什么呀 凭什么日本人干这个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 他的资本主义就飞速发展 咱们那一中央集权一土地私有 封建主义就飞速发展 凭什么呀 我心里不服 你说凭什么 是不是一样吧 在这个内容上没有什么区别吧 那为什么日本的这个改革 导致资本主义发展 而中国的改革导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开始建立 这两个改革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时代不同 对不对 时代不同 因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后期 商业念法是什么 公元前四世纪对不对 中间差着两千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日本实行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以后 它正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 所以它就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而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制度以后 正处在封建主义大发展的时期 所以它有利于封建专制 那也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 并不一定就直接关联某种制度吧 赶上什么时候都可能有用 对不对 以商鞅变法为例 商鞅变法建立了中央集权了对吧 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调动它的全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去统一 对不对 打统一战争吧 秦朝就可以统一六国对不对 它的土地私有了 它就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它就使得中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成为两千年的主要模式 并且常年领先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对吧 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天生就为封建活着的 可在资本主义时代呢 中央集权会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问题 别忘了这全部是木三体制 木三体制到中央集权解决了日本国内的什么 市场的统一对吗 土地的私有会不会带来小农经济的产生啊 有可能对吧 但是土地私有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农奴制废除以后 它也小农了对吧 原来都是国有的土地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拿它来投资的呀 如果你把这个理解了 你看日本赶上一个不同的时代 这两千三百年导致同样的改革内容导致紧义的改革结果 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有发展的空间的 咱们可以往回去看 秦朝或者秦国时期商鞅变法以后 中国的国内市场是不是也统一了 但你有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东西吗 你没有 这市场没运对不对 但这一下效果可能是一样的 那么也可能是不同 那我就再多说一句土地私有 我们往往对土地私有持有一种恐惧感 我现在老说的一话 土地私有农民就会把土地给卖了 就会把那个钱短期的给挥霍掉 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土地是国有的是公有的 那么它还有一个保障 明明会不会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 就为了赌博 为了玩 为了泛滥 就把它卖掉 土地私有一定会导致土地兼并吧 土地兼并一定导致灾难性后果 把这问题问出来 土地兼并一定导致灾难性后果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定 基本上是一定的 因为土地一兼并就会有大量的做工农变成电农 对吧 他们受到的这种封建剥削和压迫就要加倍或者加几倍 对不对 在做工农的时代 他们基本上能够满足温饱 而在电农时代可能是风调雨顺勉强温饱 那么社会就会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的状态 对吧 好 在封建社会这问题是中国今天是封建社会呢 不是吧 中国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至少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之后 对不对 我们比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先进的 假装你们都得信啊 这就要信的 信到某个特定的时期之后 那你的土地私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咱们不提在今天中国 土地私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 是不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一个因素 或者土地兼并 有没有反例 这土地兼并了 大地产所有制了 反而导致资本主义飞速发展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吧 圈地圈地 当然是土地私有 是土地兼并对吧 英国资本主义是飞速发展了 还有没有 这事咱们已经不学了 原来的教材当中特别强调过 在美国内战里边 林肯有一个宅地法 宅地法规定 凡美国公民交纳十美元手续费 即可在西部得到一块六十四公顷的土地 连续耕种五年 土地归你左右 六十四公顷就是一千亩 十美元 一千亩土地 我有一种想当美国人的预划 一千亩得多大一片地啊 十美元 记住我了 你一想一想 那美国的小农就在中国都是大地主了 是吧 难怪他得开个VD去播种去 去撒农药去 那这种大地产将导致什么 不管我用这个土地是养羊还是种地还是干什么 我用这大地产一定会导致什么经济的发展 肯定是商品经济 为什么 你自己想 如果我们这些小农每人一小块土地 基本都是自给自足了吧 我交购了这个赋税之后 剩下这个也就将购我们吃的 对不对 但如果我一个人有一千亩一万亩土地的话 我怎么吃我也吃不完 这是产出来这些东西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肯定是要把绝大部分的产品拿出去销售的 对不对 那么我在监并过程当中把你们这些 明明全部都赶走了 你们到手工上去打工了 你们挣的工资是不是正好买我卖的那些面包啊 卖的那些土豆啊 对吧 这都是市场经济 我一卖你们一买 全部都是市场经济 全部都是商品经济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土地兼并在古代中国那种社会里面 它是几乎百分之百要造成灾难性后果 但是在近现代 从世界角度来看 未必 好 接下来说 银参使团出赏欧美 日本人啊 向外学习的动力超强 同学们这一代人是躲不开日本人的 你发现就是中国跟日本这家国家 谁也离不开谁 别看谁都瞧谁不顺眼是吧 你们躲不开他 怎么跟日本人相处 你不了解他 你没法跟他相处 日本人在历史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当学生世界第一 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出像日本人这么好的学生来 中国人 一直是差生 那不是说咱 咱一直是差生 就是关键 咱学习态度一直很差 咱学习成绩曾经长时间很好 但是态度超级差 咱们不大习惯于给人当学生 咱当老师 当爸爸当惯了 到过来当孙子的时候 我心里总有一种严重的落差感 日本人大概是天生就是当父 当学生的料 所以他特别喜欢当学 古代他身边有一个世界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叫中国 明元的学 近代看出中国不行了是吧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个小细节 有一本中国人写的书 中国人没人看跑日本去 有重大影响的叫海国图治 谁写的来着 类缘的 主张什么来着 诗以长记 以制宜 中国人嗤之以鼻呀 学洋人 开什么国际玩乐 日本人如获至宝 他知道中国不行了 抛弃中国这个老师 开始学西方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欧洲无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最文明的地方 这个文明 不是说咱们理解那个文明礼貌啊 这是属于人类文明最发达的地方 日本开始全面学西欧洲 二战以后被美国打回原始攻勢状态了 是吧 全面学美国 日本就这样 你帮我啪呀大嘴巴臭衣了 我爬起来 你一会儿打我一会儿 将来我给你学 你不要我都跟你学 而且学的时候特投入 特认真 中国人学东西 他老是不情不愿再搞点中国特色 一搞中国特色 咱们就是吧 什么都特色了 有中国特色是个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这你就没办法 一到我们不想解释什么 有中国特色 一有中国特色 你不理解就是你智商问题 你傻 这话 偷智百病 严仓使团知道这人叫严仓巨士 严仓巨士 他这个使团出去不是出去转一圈公传旅游去了 真正的深入人 而且政治经济文化什么东西 有很多日本外交官长期就开始住在外国 有的在外边待了几年之后才回来的 这跟那种浮光掠影式的学习 差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学的很厉害 发展经济 我们看下一本 职产新业 职产新业 用一句话来解释 就是全面的经济资本主义化 这个全面资本主义化 政府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日本的经济 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 1868年才明治维新开始吧 1872年日本东横铁路通车 东京到横滨 虽然很短的一个铁路 但是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修成了 中国呢 中国1840年让人打着跟孙子似的 1860年就开始洋务运动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 我印象当中是1881年以后 离日本还要晚 这人们已经落后在外面了 那到1900年咱还拆铁道拔线杆 玄机毁坏火轮船呢 那你怎么跟人家比 全面的向西方学习 引进西方的近代化的工业制度 在这儿又体现了英国棉纺纸工业那个特点 一张白纸好作最美的图画 你想想看 1868年开始是不是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已经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 准备开始了吧 日本在全面近代化的过程当中 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交叉使用 所以很多东西他越过了第一个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这个成就 直接进入到世界顶级国家的行列 那么日本的职产星也使日本经济飞速发展 虽然这个国家金源贫乏 国家又小 但是他在明治维新中创造了第一次经济奇迹 第一次经济奇迹是这会儿 第二次就是二战以后吧 日本近代一共创造两次经济奇迹 我再这么一一的说了啊 多说一点 就直战心业里面的国家扶持 我们知道如果让日本资产阶级 自己走一套完整的发展过程的话 没几百年下不来吧 西方国家的发展是几百年 日本是几十年 怎么能够用几十年追上甚至超越几百年 日本政府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日本政府把自己所有的一些矿山企业 以低价甚至以白送的方式 送给那些私有的大财团 因为我们知道在明治维新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商人大财团是支持天皇执政的吧 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比如三井啊三陵啊 住友啊洪池啊 这些比较大的日本的诸事会社 都获得了金矿银矿 机器工厂 日本因此而 短期内就实现了垄断 那明天的课才会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 是吧 日本 1868年 离资本主义还差着挺软的 到了1898年的时候 也就30年左右的时间 日本已经是挤身于帝国主义强国之一了 那么它的垄断程度之高 比美国都高 比美国都高 我明天可能会提到 世界主要的垄断方式有几种啊 低级的叫卡特尔 中级的叫辛迪迦 高级的叫托拉斯是吧 日本的垄断大多数叫康采恩 什么叫康采恩 我就问你 你说三菱是干嘛的 你不知道三菱是干嘛 三菱什么能干 三菱有重工业吧 三菱有电机 三菱有汽车 三菱有跑车 三菱有工程车 三菱有空调 三菱有甚至三菱 还有东京三菱银行 还有金融资本 日本东京三菱银行 是日本第一大银行 你到了三菱这个品牌 一不你就会发现 你就进入一个国家了 你知道吗 什么都有 这种超级复合型巨无霸 叫康采恩 叫康采恩 日本的垄断 基本都是这个级别的 叫高级别的垄断 这不是说他高级别垄断 他的垄断程度就高 只是说他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这个角度上 他做的应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 比较有特点 好 知道这就行了 下边还有啊 日本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讲的叫文明开化 对吧 叫文明开化 所谓文明开化 有一种理解叫全盘西化 在生活习俗上 在科学文化教育上 全盘西化 我说不对 日本没有全盘西化 你看日本今天还有人穿和服的吧 还有人穿了个踏了八板接溜的是吧 日本还有很多传统的东西 比如大相铺 那俩玩家怎么能凑到一块去 太吓人了 日本还有很多传统的东西 那怎么叫全盘西化呢 请你记住 日本正是因为其全盘西化而能够反过来很好地保护他的移民成果 他的日本特色 全盘西化不意味着消灭日本的所有的东西 全盘西化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全盘西化 你会发现 日本人只要是出来工作的 那么他的学生有校服到企业去工作的人有工作服 到大的知识会社上班的人有那种穿西装是吧 日本人对西服的热爱远超过美国人对西服的热爱 你到美国去你看到到处都是人穿着牛仔裤 第一个穿着一破球鞋满街溜的 打背心T恤衫 美国人很常见 在日本绝少有人穿着休闲装在大街上走的 尤其是这种成年男子 基本人人都是一身鼻孔的媳妇 这个在日本的习惯当中已经根深蒂固 他这个全盘西化或者叫文明开化 并不仅仅是生活习俗方面 最重要的 他全面引进了西方的近现代的教育体系 日本的教育办的是真好 而这个教育就跟中国比较差了十万八千里 日本在1910年普及了全日本的小学六年教育 义务教育 日本到今天 它的每百万人口中的大学以上文凭的持有人 大概是世界排名第二位 仅次于以色列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百分之五十二左右 就超过一半的人 他拥有大学的学位 中国好像近年拼命扩招的结果之后 就百分之十几 这已经差了好几代人 1910年人就普及小学教育的时候 我很坦白 到今天中国有些地方的小学教育 还完全普及 还是做假做出来的 还是完全普及当 这都2011年了吧 比人家都晚了100年了 想起来不服不行啊 你看看日本 日本对知识 对人才的重视 非常的著名 二战期间 日本连十四五岁的小孩 初中生都去上前线当兵去了 缺男人吗 缺兵吗 都去了 但是工程师不上前线 科学家不上前线 正是在这种政策指引下 日本在二战以后 百废待兴 但是百废拒兴了 他有知识储备在这 这个知识储备 我举一个小例子 中国人不是诺贝尔情节吗 日本人今年又得奖了 那2010年 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又得了 对不对 诺贝尔奖在日本一共有13个 其中有三个是文学奖 好像就是 就比较偏文的奖 其中有十个是自然科学奖 没有一个深厚的 长久的一种科学研究的传统 是不大可能 在几十年内拿到这么多的 日本以他的这种人口 他的经济地位来说 当然也算是比较大的国家 但是这些奖跟中国比呢 我们差的又是太多了 所有这些改革 共同构成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 但日本还有一点 就是他改的不到位的东西 就是他的军队的这个五十道 五十道对于日本人来说 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日本民族曾经拥有的 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日本的军队是全盘按照 近代化的军队标准重新编制的 日本的海军全学英国 日本的陆军全学德国 你看这俩先生怎么样 英国海军第一 德国陆军第一吧 日本人太会找先生了 但是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武器 装备 训练 服装 战法 并学的是思想 换言之 日本经过改造的这支军队 是拿五十道武装起来的 一支近代化军队 这就让 他的老师们将来都会赶到高产 日本这支部队 到一九四五年以前 这日本皇军 太能打了 他的武器装备 其实世界三流的 任战法上水平也不怎么样 但是 日本人这种现身的精神 真跟你玩命 你会发现 日本军队里的人在战场上 被身形活捉的极少 基本没有 或者自杀 或者他被炸晕了 你过去救的 他只要他醒了 就算没武器 咬你耳的 也不你咬死 他非得跟你拼的 同归一进不可 这极少有投降的 动不动就是全体欲碎 被天皇欲碎 他们把死亡看得 非常的轻 这就得回顾一下 日本武士道的 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在这可以 简单提两个吧 一个叫 证明而轻死 日本武士道的第一大特征 证明而轻死 死亡对日本人来说 是一种必然的人生归宿 死对他们来讲 一点都没关系 不是什么特惨的事 你看日本喜欢什么花 樱花 知道樱花什么时候开吗 那五春的时候 那五春的时候 樱花的最大特征 有二 一 每次开花 必须是成千上万朵 花囤紧簇的去看 一朵樱花不好看 第二 花期极短 十天左右 你逮不着这个 看樱花的盛景 一会儿就没了 你这么这里拜 下里拜再去 你甭去了 明年再说吧 每年大家可以 在牧春时节到 御元坛公园看樱花 武汉大学里面有樱花 日本 日本当然樱花就很好了 日本人看樱花 问问我们班 哪个日本学生 你们看樱花都怎么看 最喜欢的状态 是 牧春时节 全家人 穿着日本传统的服装 拿着琴 拿着清酒 拿一块布 在樱花树下 席地而坐 那天 最好有微风 最好有细雨 看 微风细雨 敲打花瓣 花瓣 淋落 走向死亡 他在欣赏美 他把死章的 很美的事情来欣赏 他在享受死亡 死亡是一件 很美的事 这东西咱们一般 不大好理 咱们中国人 你想什么 好死不是赖活 大家都出来混 死了 才不死了 日本人 武士里面 还有一东西 叫切腹 是吧 大家知道武士怎么切腹吗 武士最要的就是 他如果犯了错 犯了罪 他必须死的时候 他要先跟周围的人说 我们要死了 我要切腹了 大家 哦哦 切腹了 太好了太好了 那就没劝的 没什么用 别死 那家都出来问 那边 那上中国吧 那不行 他必须得死 他死的时候 他头一天要目一经 把自己的身上弄得干干净净净的 一般 平前一到两天就不吃饭了 你这切腹是拉肚子 那里边拉肚子 恨货了 不太好看 是吧 一般就把自己 从里到外都给打理干净了 然后 在切腹的时候 早上还要请见证人来 再跟他说一遍 我犯什么错误了 我现在准备切腹了 大家就能看着 然后 把上衣脱去 一般是袒露上身 跪在地上 用随身所佩戴的那把五十刀 双手拿住刀柄 反插入自己的左下腹 用自己的力量 把肚子豁开 你们也都学过一点生物学 对吧 这地方没有一刀并并的玩意儿 一刀下去 咔嚓拉下来 那就是躺地等子 失血过 有的是往上挑 往上挑 有时候是一种耍赖的方法 就刺到心脏 但大多数情况下 是失血过多而死 有的那身体呗棒 吃麻麻香的主 且不死呢 咔嚓拉跟那滋血还不死 有的时候 他会让一个 自己的亲随 就下属一个兵啊 或者一个什么人 在后边 如果太痛苦了 死不了 那个人将灰刀 砍掉他的头 就这样 但是他完整的礼节 你知道吗 而在日本 只要你切腹自杀了 你所做的一切 不明欲的事情 都没事了 证明而亲死 这是日本人 直到现在多少 还有的一个特征 前日咱们提了 日本的独饺子事件 就中国不出口 日本的一点 饺子里边 有残炉 农药吗 独饺子事件 在调查过程当中 中国的习惯就是 你们那儿运输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知道吧 这没关系 日本那诸事会 那边社长 在这事出了以后 自杀了 他说我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这个公司 卖的饺子有毒 我先死给你看 我先死给你看 日本人这个证明清死 到现在多少 还有一点 你说到还有一个东西 叫诸 这种忠诚是 曾经是愚忠 不论上下级的 这只上级是对还是不对 只要是我的上级 是我要效忠的这个人 我就无条件的忠于 日本 因为今天他已经没有五十道 今天的日本人 不太讲究这五十道 但多少还受点影响 你到日本公司去 如果你会发现 你想生买他 出卖日本公司的情报 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人讲究 日本人不讲究跳槽 说我这公司干五年 那公司干三年 我一生干四十七十公司 没有 日本人主张就是 一辈子就在一公司里边 你从大学毕业 你就进入这公司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反正爬到底 然后公司给你养老 给你退休 常常有人一生都不离开 在这个地方 他讲究要忠诚 要忠诚 这跟欧北的习惯不一样 他会对下属的忠诚 特别的在意 如果你要是对组织不忠 那你身败名列 身败名列 这就是非常厉害 那么你会发现 跟日本人谈判 你要说我威逼利诱他一下 他给我吐露点什么实情 基本上没戏 将来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这种商业谈判 跟日本人 通常情况下 你是不大可能套出什么 这个实际情况来 那怎么办 也有办法 日本人最恨别人说什么 第一 说他懒 第二 说他脏 明白吗 告诉你们这个有用 将来如果你需要激怒他的时候 你们自己辩论着办 这事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这破坏未来的东亚和平 我们还要建设和谐世界 把这些都先完了 这就是明智维新的基本的内容 宪法我们留到明天再说吧